国民登记局数据库资料外泄再次引起社会恐慌 许多人担心自己的隐私个资会不会遭人盗用 国防部高级部长拿杜斯里西山木丁向民众派定心丸 表明国家情报机构和国防部军事情报机构 有能力应对这次的外泄事件 还信誓旦旦的表明类似威胁不会构成国安风险 西山木丁今早在首都新街场 为国防部房屋蓝图3.0主持开幕后表示 国家情报机构和国防部军事情报机构 会尽最大的能力守住国家安全底线 他透露各自外泄事件一直以来交由国家情报机构负责 军事情报机构则负责国防部相关事宜 同时西山木丁也强调必须强化网络防火墙 阻挡可能导致数据或情报外泄的入侵 内政部长拿杜斯里韩扎在努丁前天承认 2250万名国人各自外泄 但强调相关的各资并非直接取自国民登记局